大家好,歡迎再次來到HK2Tor,我是Helick 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先交代少少關於HK2Tor的事件 HK2Tor的網站之前被人攻擊了,就被人攻擊了 我的資料就沒有了,我需要時間重新再整理過網 所以暫時會暫停了,如果之前在看影片的朋友 不能下載資料就暫時不好意思 但Youtube就會繼續運作,我的頻道會繼續做 只要一有時間,我會更新一些教學給大家分享 回來的第一炮,就讓大家學一些AE的東西 因為很久沒玩過AE 要做什麼呢?看看完成作品是怎樣的 這次不會做完整個影片的所有效果 主要會教大家如何做中間模擬的火 如何噴出來的效果 這個效果會用AE做 但除了AE之外,我們也需要另一個PUBIN 就是TRAPCODE的Particular AE本身也有一個不錯的Particle系統 但有些效果,Particular會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會用Particular來做這個效果 如何下載 我會把這個PUBIN的官網放到描述 大家可以下載 好,安裝好這個PUBIN之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開始 我們今天的教學了 首先,我們就要 開一個新的Project 然後下一步,我們就要開一個新的Common 我們可以在這裡按 CREATE A NEW COMPOSITION 或者在上面右上按 NEW COMPOSITION 這個我們就叫做Emitter 什麼名字都不要緊 自己記得 Emitter 我們將會用來噴出來的範圍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做 1280乘以720 不做HD 因為這個效果都需要做多久 所以如果我做示範 我就不做那麼久 我們的Duration 條片的長度是10秒鐘 背景是黑色OK的 Film Weight 25 OK OK之後,我們就在下面 Emitter 這裡 我們新增一個Text 我們又打回要的字 那我就當然是打回HKTUTOR 縮小它 可以按著角度縮小 放正的位置 我們可以調整不同的方式 例如HKTUTOR 就是用這個 我們可以調整一些字 然後再打開它 然後再縮小一點 就可以了 好了 放好位置之後 我們首先要去Effect 這個Panel 如果不見的話 就可以在Windows 找到Effects 和Preset 我們就在上面搜尋 我們就在上面搜尋 我們就用一個Noise Noise 我們用一個Turbulent Turbulent Noise 放入我們的字 OK 那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我先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對不起 那我這裡開放Full resolution 好 首先我們在Full Type 從Basic 轉做Turbulent Smooth 或者是 其實這裡有很多組 不同的Noise 大家可以試一下 用不同的 OK 例如我用Strange 我試過這個效果也不錯 然後我們要調整更大的 反應 OK 令到黑位和白位 多一點 現在在做這個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待會 白色的地方 就會有Particle噴出來的 黑色的地方 就不會有Particle 就是白色的地方 就會有火 黑色的地方 就會不會有火 OK 那我們推大一點 這個Contrast 可以把Brightness 按低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 例如我們在Evolution 設定 我們可以 調整個Turbulent 調大一點 令到這邊 鬆一點 然後 然後 Transform 我們可以把Scale 拉大或者縮小 令到它 多一點 少一點 不同的邊 好了 大約這個Size 我滿意 假設 我可以把Brightness 再推大一點 OK 然後 現在 就不會動的 對不對 這10秒都不會動的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Evolution 用來 在力秒這裡 設定個Keyframe 在10秒這裡 用來給它轉 三個圈 三次Evolution 三次Evolution OK 我們就可以抓住它 就知道 現在的線 就會四處走 待會我們的火 那些Pradical 也會 噴到一些地方 不噴 因為你真的燒了一件東西 其實它不會所有地方 都有火的 你不一定要用 Strange 這個Noise 的方法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OK 但是 現在 還有一個黑色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要把黑色的地方 剩下白色的地方 剩下白色的地方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就新增一層Solid New Solid 一層白色的Solid OK 記得 Make Com Size 好 放了它在下面 之後 我們就在Track Map 如果大家看不到Track Map 就可以在右下角這個按鈕 按 就會顯示出來 把Track Map 我們用 Luma Invert的Map 我們上面分 上面這個字 Luma Map 那你就會見到 我們再加一層 背景在底 那你就看到 現在我們 就 退了我們白色的地方出來 OK 那這個時候 我們首先就要 先把我們的File 去一個地方 那最好 就找個Folder 包住它 啊 我就放在Desktop 先 AE Tags OK 那通常我都會 分好Folder AE 一個Folder Render 一個Folder 一個Folder 你不一定要跟我的 但是呢 我喜歡 分好Folder 那就是 然後我們就 改回AE的名字 例如這個 它就叫做 Fire Task OK 好 那我們 save了之後 我們首先 就需要 Render了這一層 先 那我們就 在 Project 這裡 Emitter Composition Add to Render Queue OK 我們就開了Render Queue 首先我們就按 Output Module 這裡 按一下 我們就不 Format這裡 我們不要Click Time 我們要PNG的Sequence 一張張PNG 接著 Channel 就不要RGB 要RGBA OK 就說我們要一個 連同透明的地方 就說我們只要白色的地方 OK 接著 Output 去哪裡 就找回剛才的File 我們就要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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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 要PNG 我們就不放那麼多的地方 就不放PNG 就不放PNG PNG 然後我們就可以 按Render 這個Render 也很快 其實我們準備好這個之後 我們就不會利用這張圖 來做我們噴火的效果 那些PNG 噴火的效果 噴出來的位置 OK 稍微等多一會 很快就搞定 OK Render好 Render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 那個Format 放回 找一找 OK OK Pre-Render 用來捉一張圖 啊 Sorry 這邊 選擇 Import Files 那在Import File的時候 我們按下去 是啦 找回Pre-Render OK 那接著呢 這裡有PNG sequence 我們就open 就會整個Sequence 放進來的 那其實除了這樣做之外 也還有第二個方法 就是呢 其實我們剛才是可以再方便一點的 我們在Render Queue 這裡 如果我們打開Output Module 這裡有Post Render Action 就是呢 我們做完這個Render之後 做些什麼 我們可以 選擇 將它 Import OK 那我們就 剛才沒有做到 不要緊 所以我們就已經 Import了進來 好 下一步呢 我們就要開一個新的Com 這個Com 就是 我們用來 真的噴火的Com 來的 那我們就叫做 Final FinalCom 記得啦 一樣大小 1280720 25Frame OK 10秒鐘 OK 之後呢 我們第一時間 就把這個Emitter 放進來 然後呢 我們就要放一個Background 我們就 Cmd Y Cmd Y 如果有電腦就用Ctrl Y 可以有新的Solid 或者你可以右上按Write 則可以按Write 我們有一個黑色的 を按 Cass�� 我們按一個 encm size 就令到我們 你的Solid 可以和我們 user一樣的部分 OK 之後我們就加入 Effect RAM Gradient RAM RAM 按下 先轉眼睛 awful color 我們可以用一個黑色 接著我們就不要 Linear 我們要 Radial OK 把這個拉上一點 把這個拉上一點 我們就有一個 然後就有一個 咖式的漸變 這層我們先改改名字 就叫做 BG 我們可以按Enter 就可以改名字 然後這一層我們可以 High 了 左手邊的眼睛 關掉 因為我們是不需要看到它的 但是這裏好像有些問題 為什麼這裏只有八五小時呢 好 如果你看到這裏只有八五小時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 Input 的時候 我們選擇自己的 Input 所以現在這個 Emitter 是 30 Frame 的 所以就需要 Right Click Interpret Mangle 然後就把它變成 25 Frame 因為我們是 25 Frame 的 OK OK 那我們就看到 Chrome 了 我們就可以返回了 那現在就是 15 小時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閃開眼睛 一樣開一個新的 Solid 那這個神的名字呢 我們就叫做 Fire Face OK Fire Face 之後呢 我們就又要開始做 Effect 了 那我們就首先去旁邊 如果你已經安裝了一個 Plugin 的話 那你就會在旁邊看到 Trap Code 我們就 Particular Trap 進去 或者是 Double Click 那你看到我們的畫面呢 就已經有一點點點出來 首先我們去左手邊 Emitter 就由 Emitter Type 由 Corn 變成 Layer 我們需要一層 Layer 令它做我們的 Emitter Layer Emitter 這裡 那我在選擇這層之前呢 我們就首先要把這層 這裏有個 3D 的 Blueprint 你首先要把它變成 3D OK 要不然它就會警告你 我就示範一次給你警告 那如果我們按一層不是 3D 的位 它就會寫著 Layer Emitter Must be 3D Layer 那我就要首先弄掉它 去到這層 這就是 3D 的 Blueprint OK 先按下它 然後再按 OK 這樣就行了 你看到現在的點子就 到處飛的 OK 那下面這裡呢 不用理它 用 Default 就OK 首先我們要調一下 Particle Per Second 每一秒爆多少出來 那首先弄 10萬先 嗯 過 千萬 十萬 對了 十萬先 咳咳咳 接著呢 這裡這一堆東西 我們都不需要調整 我們就直接飛進去 Particle 那Particle呢 我們的 Life Size 是0.1 它只是0.1秒鐘而已 就是只要它出現 因為呢 我們不會用這些基本走出來的Particle OK 那尺寸是0 因為我們不需要看到它 其實 OK 那現在 什麼Particle都沒有了 那 怎樣呢 因為呢 Particle有一個很特別的系統 就是這個 X 系統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調整 Continuous 那這個系統其實是什麼呢 這個系統的意思呢 就是每一顆Particle裡面 可以再爆一些Particle出來的 這樣就會令到我們可以 嗯 Particle的數目呢 少一些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一些更加複雜的效果 那 那這裡呢 嗯 首先呢 我們就要set 100 我們每一秒噴多少Particle出來呢 就40 OK 你會看到現在畫面 開始有些 彩虹的東西走出來 OK 接著呢 每一個呢 就有0.3秒 大約是 OK 接著呢 就是 Ferocity 就是它的加速 那這個速度 大約是14 那Size 我們要調整小一點 1.2 現在看到很小很小 我再放大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看到很小很小 好 OK 好 那跟著呢 這一集 接著呢 我們就要調整一下Color 我們呢 有幾樣東西呢 是可以 很細節地調整的 那就會比 主要是這三個 這三個Panel 就決定了我們的Effect 好不好看 那Size Over Life 就就是說呢 一顆Particle 又噴出來 它的消失呢 我們可以控制它的大小 如果是這麼大 它的小 OK 那我們的Particle 就會越行越小 OK 我們第一層呢 我們就不用理會這些東西 我們先把下面這個彩虹拔走 先把這些Color 放進去 就可以拔走這些顏色 我們卡住一下 Temo Click 我們可以試一下顏色 我們要一隻很淺的黃色 OK 那就去到一隻 橙色 我們要一個這樣的Particle 但是呢 現在的Particle 還是很無聊 對吧 那我可以怎樣 令它有趣一點呢 那這個呢 就是 Particle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我們的Physical 這裡呢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例如是 Air這個選項 那就會 嗯 OK 首先呢 我們要調整一下 我們的Air Resistance 2 OK 是一個模擬空氣的系統 然後呢 我就給它一些 封 我們就要-200 在Y 和-200 在Z 一隻 其實現在是向前 或向上 噴的 我們可以 怎樣看到呢 我們可以 把我們的鏡頭 轉掉它 因為現在還沒有鏡頭 OK 不要緊 我們稍後再看 好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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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看 現在排了 動化 可以 看著 效果 Cay な不振ła 也 임 有些地方是會看不到的 好,那接著呢 我們可以回到Physical這個Techno 在Turbulence Field這裡 我們先設定setting 我們在After Position呢 我們要10 接著Fade In Time現在是0.5 Turbulence Field的意思是 而現在我們的風是 基本上是向前 和向右手邊走的 那Turbulence 那些風其實不會是很直線的走 Turbulence 就是 一個Noise的形式 那些風就不會是這樣直走 就變成是彎彎彎彎 這樣就要看上去自然很多 那這個Fade In Time就是說 那塊塊出來之後多久會受 那個Turbulence的影響 那我們的Turbulence Fade In Time就是0.2 OK,那接著呢 按這裡呢 我們都可以了 那麼Move with Laze這裡呢 就OK 那我們就回到 Axis 這裡有Physical Air Only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有多少%會影響到我們的Particle 例如是80 你會看到它會散了一些 對不對 Turbulence Position 我們可以調到100 那我們的Turbulence Position 會影響到它很多 我們都可以降低一些 例如是10 OK,那我們稍後可以再調整 我們稍後可以再調整 好,那我們第一層呢 就已經差不多做完了 那還有少少東西要設定 那就是,看一下 這裡 在Transfer Mode這裡 我們把它變成Add 即是,當這些Particle 這些粒子重疊的時候 它的顏色是怎樣的 好,那我們就做完第一層 那麼呢 就把這個Firebase 我們Dubicate Cmd D 或者Ctrl D 再不是的話 就按住 再不是的話 你就可以Dubicate 開鍵Dubicate 然後我們就 Dubicate 然後我們就改一改名 那這層呢 不叫 這層呢 我們就叫做 Flame OK 那現在就有兩層 一模一樣的在這裡 首先我們呢 就要再 配上Emitter OK 我們需要 少一點 3 再多些Particle OK 好,接著 Particle這部分 我們都不需要理會 因為我們的Size 不在這裡決定的 我們全部呢 都是在 我們那個 X System那裏 決定的 OK 那我們的 X System呢 我們這個呢 Probability呢 就是它 噴出來的機會率 那我們就 你喜歡多些 可以多些 那現在就100 那我們就加上50 那 那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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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article 一樣 Size 是大一點的 我們要三角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火焰來的 OK 所以它大顆很多的 那 剛才那些是周圍飛的 然後我們可以打開 Size Oppercity 還有 Color Overline Sorry Color Overline 你都可以做 那剛才呢 就是Size Size 就是我們最初是 好 看得出來的 那跟著呢 到最後那些火就會收勢 OK 這樣就看到 最後會收勢 Oppercity 一樣 最初會看到 但是慢慢就會 變成看不到 OK 那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調一下下面 那我最初一隻 淡黃色 跟著呢 就再過一點 我們雙擊 我們需要一隻 鮮黃色 再過一點 我們需要一隻 橙色 OK 跟著最後這一點 我們拉過一點 我們需要一隻 深啡色 OK 那跟著呢 我們就 在下面這裏 Curberance Position 我們可以貼交一下 OK 它會影響到200% 那看到呢 那現在這些 就會 就會 周圍 就會 周圍 周圍 移動的 那個系統 影響得很重要 但是現在還不像火的 那為什麼呢 才能讓它 再像火一點呢 首先呢 就要設定這件事 我們在下面 就把這兩場的日 都由 Normal 變成Add 變成Add OK 然後我們去關 FrameMation 在Particular 我們有一個Rendering Rendering Rendering 下面呢 有Motion Blur Motion Blur 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用來 做這次這個火的 一個 tricky的地方 那現在呢 就是Colm Setting 我們就用Colm Setting 就是這個Colm 有沒有Motion Blur 我們就有 它變成On 你會看到 開始了 中間的 不同的點 會連在一起的 OK 那我們就Shutter Angle 就有360 將它變成1,000 那這個碳板 越多 它就會將 越多不同的點 連在一起 其實這個是 什麼意思呢 我們應該把它理解 為 由這點 飛去這點 1,000 的意思就是 這個數字 越多 它就會將 越多前後的 不同的Frame 就結合在一個Frame OK 那現在呢 它就會比較 像一個 火多一點 OK 那繼續 我們繼續 調整一下 我們的Frame 這層 首先 Air Resistance 剛剛是1 的 抱歉 是2 我們再去 再調整一下 首先 我們就可以 將 Physical 這個 Physical Time Factor 由1 把它變成2 OK 這樣 它就會 火會再大一點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還可以透過 什麼去調教 火焰的大小呢 就是 我們X System 我們可以將 Lifetime 調教的 現在是0.4 我們把它變成1 即是飛1秒 我們可以看到 超級大火 我們把它變回 小一點 還有現在 火的顏色 可能我們都需要 再調教一下 現在 這個紅色 這個橙色 我再變成 紅 一點 OK 再 紅多一點 但是 如果你留心發現 現在 火的顏色 好像 中間 blend 不是很漂亮的 主要是因為 我們是一個白bit的頻道 裡面 所以我們這些火 都一直加上去的時候 就很容易變成全白色 我們可以在這個畫面 有一個8bit 我們按下去 就可以調教到 project setting 這樣就可以有8bit 我們首先轉成16bit OK一次 這樣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火裡面 有些細節位 就已經出來了 如果我們再把它提高 成為32bit OK 那我們中間的細節位 就會更多一些 但這個要留意 我們要提高 Beat Channel 我們 對手機的負荷 會增大 看你自己的電腦 可以做到什麼 它會決定你用多少Beat 但是 我覺得最少都要用16bit 我們才會做到 比較理想的效果 好 接著我們 再做多一層 我們再複製 我們再複製 我們的Base Cmd 或者Ctrl D OK 我們去到Base 那 接著呢 我們就會 這樣 我們的Emitter 我們把它再加大一點 OK 那接著呢 我們呢 去到Particle Particle 我們沒有東西設定 接著呢 我們就 Physical 這裡 我們的Time Factor 就由1 變成0.8 OK 那接著呢 我們的風 都 我們可以調校一點點風 這樣就讓它 有一點點分別 OK 跟著 After Position 我們可以降低一點 Fade In Time 就再低一點 Scale 這一堆都 不用動它 OK Move With Ring 我們可以 再大一點 OK 那接著呢 我們又要去回 我們的 AXS 那 今次呢 我們只需要10% 我們需要少很多點 1秒呢 只是噴2點出來 但是呢 每一點呢 我們就會 長一點時間 有1秒鐘的時間 你看到呢 它可以飛到很長的 OK 那Opacity 我們要提高一點 Size 我們可以稍微降低一點 1個Pixel OK Transfer 我們是Add的 我們可以變成Screen 可以 我們先試一下 OK 接著呢 Father 我們用100 接著呢 我們又要 去Randering Motion Burl 這裡 Motion Burl 一樣 Turn On 接著呢 今次呢 我們就要一個很高的 數目 2000 你看到呢 我們做了這些線出來 就好像那些火光 那它就會 拍一些火蝕出來 那我們就可能 可以將 那時候再調高一點 OK 或者是把 %再按低一點 看到上面 或者是呢 每秒鐘呢 只可以噴一個 或者是 1.5 讓上面的 particle 再小一點 OK 那我們就 已經做了一堆 particle 出來啦 我們就可以將下面 縮小一點 我們看一下這幾個 Frame Render出來 是什麼效果 我們按 Ramp Review 那現在我是 Full的 我先按低一點 我們可以透過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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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al 3 我們可以大約看到它的效果 好 好 那現在已經看到它的效果了 那火呢 就好像 滑得快一點 我們稍後會再調校一下Turbulence的速度 這樣令火力動得慢一點 我們在Frame這裏,我們就可以去到Physical 我們把風,或者Turbulence這個 Scale,縮小一點 Sorry,不要縮小 我們將Evolution Speed 減少一點 OK,再重新再次 我們透過Evolution Speed 我們就可以 Turbulence在動的時候就會慢了 那我們的火就會看下去 會慢一點 OK,現在看下去就會慢一點 OK,或者是我們可以把那個 在我們Frame這裏,我們把 Ferocity 由14 減慢一點 OK 或者是它的 Position 減低一點 不要讓火影響那麼多 OK,這樣火就會變得慢一點 OK 我們去到第三層,再看看 這層我們都要改名字 我們剛才教了的這一層 我們就叫做Spring OK,這些火屑 我們一樣是Add 這一層 還有什麼要設定呢? Opacity 現在好像不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把 Size 可能太高一點 或者是Color 我們可以把 啊,我們要把 Opacity Color Opacity Color Opacity 我們要把它轉一轉 OK 看到那些火屑就會變得更多 我們先打開 Full 出來 OK 不可能 我們縮小一點 來,Add 這個Screen 嗯 都是差不多 好,跟著 我們就最後再做多一層 我們又再Dublicate 我們的Base 這層呢,我們改個名字 這層我們叫做 Smoke 好,跟著我們就 又進去Edit 首先就是Emitter 好啦,那最後這層Smoke 我們就需要 少一點的 我們需要大約是 3萬個 particle OK,那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去回 Physical 直接去Physical OK 嗯 看看有什麼要設定 嗯 這些都OK 我們這個Wing 100 我們把Wing的速度 減慢一點 因為這個呢 是做一個 In的效果 OK 那麼 Affect Size 和Position 就大一點 OK Full In Time 一樣 還有Scale 我們可以較大一點 50 OK Evolution Speed 這些適合 我們Move with Wind 但是小一點 OK 那跟著呢 我們就看回 Edge System 100% Particle 我們需要 20 Live Time 1.5秒 沒有很多Particle 對吧 跟著呢 我們 速度呢 是2 OK Size 是40 好 OK 那跟著呢 首先呢 就要把Transfer Mode 由Add 這裡 下面的Add 我們轉到Normal 先 OK 我們跟著就要看一下Size Overlife 看看Size Overlife 看看Size Overlife 看看Size Overlife 還有Color Overlife 好 首先呢 就是Color Overlife 我們需要一隻 很深的橙色 深橙色 跟著呢 就去一隻 再深一點的橙色 跟著呢 就會飛去一隻 很深很深的 深橙色 好 好 那跟著 嗯 這裡還有些什麼 要設定呢 我們的橙色 由30變成 100 然後呢 看看我們的Vender 先 好 這裡Off 是對的 我們就把Opacity 調小一點 大約是這樣 然後再多一點 OK Size 也是 OK 那現在看到這些 點點分道了 OK 按著呢 這裡Transfer Mode 我們可以建成 Normal 我們把它 放回下面這層 好 那我們可能 Opacity 可能可以再 再低一點 5% 嗯 嗯 看看先 嗯 Size 100 我把Opacity Opacity OK 好 50 這裡我們可以再 調低一些 15 或者可以再 調低一些 5% OK 那現在就有少少 這樣的 煙托著 底 OK 這個可以 再 塗多一點 OK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就接近 OK 那當然 我們可以一路再 Fine Tune 但是主要我們要留意的 都是 我們會利用 我們的Motion Bird 去做這些 將這些 連碼一起的動作 我們都可以透過 Color Over Life Size Over Life 和Opacity Over Life 去控制 我們都會 利用 Turbulence Field 不同的 Setting 例如是 Move with Wind 是多少% 或者我可以 我們可以 把這裏的Win 調低一點 令它再 動小一點 OK 它很接近一字的 或者是 OK 好 那我們就 弄幾Frame 出來看一下 先 弄兩秒出來 我們可以 把它再調低 Resolution 先 Fit 好 弄兩秒出來 看看 那我們就 齊了四層的 Policle 整個效果 很接近 接著 我們要做的 只是加上 Camera 和把我們的字 變回出來 就 完成了 整個 效果 了 好 那現在我 Pause 一下Pause 我Ramp 完回來 就讓大家看看 效果是怎樣 那我就 Ramp 完 了 那我就可以 看看我們的效果 好 那 火 也挺像的 那我們就可以去下一步 把我們的字 做出來 那我們的字 怎麼做呢 首先呢 我們就去 Emitter 這裏 Dialpicky 我們上Emitter 我們把Emitter 叫做 Type OK 打拖字 typ 2 7 我們DoubleK 進去Edit 我們首先就拔走了 這一場 也都不要我們這個 Turbulence 的Effect 我們就這樣 要這個字 跟著呢 我們就要一個Ramp 好 我們的Ramp 我們就要一隻金屬色 金屬色 金屬色 橙 黃色 去 啡色 OK Linia Linia OK 好 OK 那我們就做了一隻 螃蟹出來 OK 嗯 接著我們就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都 還有的 我們可以 在下面這層 我們原本有一層 Noise 的 我們呢 就給它一個Turbulence N-I-S 給一層Turbulence Noise Strange 就是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要將它 Color 將它Colorize 了它 用什麼好呢 用 整層 Change Color 好 Change Color To OK 就由白色 變成 黃色 OK 不是要Hue Hue Hue Saturation Light Set into Color Set into Color OK 我們有一層黃色的在這裡 我們放在上面 把這個Dulbulence 放上面 用來Track Matte 它 接著把這層 我們把它轉為 Color Doge Screen Turbulence 這層才是 Screen OK 我們這裡可以 把Opacity 按T 按T 把Opacity 稍微降低一點 或者在這裡 我們的Color 可以再推大一點 OK 接著呢 我們把Evolution 手中一樣 手中一樣 三圈 那現在我們的字上 就由一些 金色的發光 走來走去 我們簡單做這個Effect 不打算深究 我原本做的 是做了3D字的 現在是示範怎樣套進去 OK 我們去到FinalCom 我們把我們做好的7 放回BG上面 一樣把它變成3D 好 OK 現在就看到 我們的火 就已經套進去 我們的字上面了 OK 我們可以關掉每一層 看看效果 OK 例如是我們的Base OK 我們的火 上面是你的火花 好 抱歉 抱歉 好了 那這一部分就OK了 最後我們就做個 Fay in Fay out 其實現在的Fay in Fay out 還未做得很漂亮 因為 你看到 我們去Emit 剛剛的背景 給大家看 它一開始 這個字就已經在 所以我們也可以 Edit 這個 令到它的 火 就不會一開始 就在 OK 我們就可以在這層 Wide Sword 這裡 我們就加一個 Linear Web Linear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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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先給個Angle OK 扶這個Angle OK Transition 我們就在0秒 設定100 給個key framework 接著 大概是3秒 將它變成0 OK 現在它就 看到了 再斷開了 對吧 接著 Fader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Fader OK 接著我們就需要再Render一次 Replace 我們剛才的File OK 我們就 將這個Render Queer PngSequence Render OK Save OK Render 是不是 Override Override 好 那麼Render完 我們就可以去我們的Project 找回Png Wide Click Wide Click Wide Click 我們就可以 Reload 我們的Futage OK 更新後 我們就可以去 Final Coin 這裡 有沒有看到 它最初就只有這裡有火 之後才 全部都是 全部都有火 OK 接著我們就可以 加個Camera Camera Wide Click New New 一個Camera Camera 1 OK OK 好 我們有Camera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做完 我們最後的Animation 首先呢 第一秒的時候呢 我們就 那個Camera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應該要 把它 移到旁邊 OK 先設定 Keyframe 出火 出火 到第二秒 應該是 第一秒的時刻 到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 Camera 飛回來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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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 Mark錯了Keyframe 不要緊 我們來一次 把頭的Keyframe 轉過去 轉過去 OK 好 中間這裡呢 我們先要 做Plan out 一些 Feed 畫面 OK OK 那我就不做太多 Camera Movement 那麼大約 我們可以這樣做 OK 那跟著呢 就 除了這樣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 加多幾層 加多一點點東西 例如呢 現在火燒了過來的時候呢 那麼 最古怪的地方呢 就應該是 那個字呢 是沒有變形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會加多一些 Layer Solid 不是 我們要加多一些 Adjustment Layer 加多一些Adjustment Layer 按這裡 按個Type 這裡 跟著呢 我們就 ublicate 我們的Type 放在我們的Layer上面 把Adjustment Layer 把它變成 sorry 把它 alpha mark 了 Type 接著 OK 接著這層Layer呢 我們就要 把Wave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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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見到 有些變形在這裡 啊 啊 可能 沒有TrackMap 沒有TrackMap 我們就不需要TrackMap 這樣 OK 那它就會有些變形的效果 在這裡 會比較像 當然啦 我們還需要再調校 我們可以關掉 我們的Particle 讓我們更快點 但是呢 現在的Wave 就太大了 對吧 我們可以把Wave 的Wave 縮小 把Height 也縮小 只需要一點 OK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 把上面這裡 把它變成 Noise 如果Noise 要Circle 我們可以轉用不同鏡 我們看看哪個好用一點 啊 Smooth 我們用Smooth Noise 可能會自然一點 我們把Wave 較大一點 OK 但是最初呢 沒有火的嘛 沒有火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 我們差不多要去到 這個時候呢 我們才有火的 我們就把 那 我們就把 Wave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去回我們的 Type Sorry 我們是Emiter 裡面 在這裡 Cocker 這個 這個 將它去回 我們回到 這個裡面 我們可以 上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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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Precogn了這一群 先不要管它了 我們刪除這角色 基本效果就是這樣 中間還可以再做好些 或者我們可以再調教過 或者我們再加多一層 layer 再加多一層 layer Layer New 我們再加多一層 new adjustment layer 我們再加一層 Turf 我們再加多一層 我們再調教一下Curve 例如把Contrast轉 或者是一字可以做兩層 或者是一字可以做兩層 或者是一字可以Dulplicate 接著就是把這個Transform 然後我們將它的 Orientation oh sorry 將它的Position X 將Z 加 讓它移到後面 OK 讓它立體一點 但是我們另外再加一層 Turf 這一個 我們可以將這層 軟軟 那我們 稍微立體一點點的 紫 或者是 可以再降低一點點 咦 其實中間可以慢慢調整 其實我剛才都在裡面的火裡 我都稍微調整一下 就是我把 Size Over Life 和 Opacity Over Life 原本就是這樣的 我們把這個變成 頭是小一點 尾也是小一點 把 Size Over Life 也是 原本就是這樣的 中間會比較亮一點 我便把這個變成一個 頭是沒有的 尾也是沒有的 可以看你自己喜歡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火焰 其實還有另一種方法 是可以再 我們把 Type 也可以用 Sphere 我們把它轉成 Cloud Lake 也可以把火焰變得再大一點 但用 Cloud Lake 的話 就真的會比較慢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 正在使用 Render Motion Bird 方法 就是用來代替 Cloud Lake 這種方法 原本 Cloud Lake 的意思 就是它會把 幾點前後 連在一起 好 我們準備好之後 當然我們就可以 Render 其實今天的教學 到這裡 都完成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我 Facebook 或 YouTube 上留言 告訴我 下個星期 如無意外 就應該會 跟大家講解一下 Dolby CC 新系列 有些新的功能 很厲害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